向老师 你能负责每位学生的未来吗 加油 向东南 我的初心 从来都只有一点 是八分的这群孩子 让我重新 感觉到做音乐的快乐 我需要他们 都是 他们也需要我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 向东南 我当歌手这么多年 其他的经验我不敢说 舞台的表演经验 我一定甩那些老师好几条街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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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 巨众扰乱社会秩序 处三年以上 一年以下有机途径 只有十年 这姓苏的谁呀 我是来应聘英语老师的苏琪 您能贴安天下 来 等一下 我摄像头 你能上马定前攻 这个音乐老师 不太好多人 虽然是音乐特色吧 但是 我们的目标不要局限 考音乐契约 老师 我打上五华 大学 落学 中博人的大学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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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我房间练琴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俩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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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挺好的呢 你要是赶在公共区里 乱拍乱照 我连人待机 一起脱也不要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 没收手机 翻会洗脑 这些行为严重地 限制了我们的人身自由 苏老师的管理方式 真的让我们喘不过气了 我知道大家呢 对现状有一些不满 所以我决定 带你们举行一次秘密活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和自己的短板 不要用自己的短板 来否定自己 我想唱歌 我想在他十六岁之前 但他完成一个地址 一样的心愿 我也问过同学们 同样的问题 可是他们给我的回答 都毫无意义 一直盯着高考 会忽略很多 重要的问题的 比如学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 一个班级 也完完整整了 你加油吧 以你的基础 你完全没有必要 留在八班 连苏老师都认为 留在八班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我们的存在 回拉低学校的平均分 我们被有色眼睛 看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苏老师 我认为 该换班的人不是新娘 而是作为我们班老师的命 我相信我们班其他同学 也不会用分数来定义 什么是更好的未来 我同意 同意 同意 正因为你们是音乐师 所以我们更需要 像苏老师这样的掌舵人 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随时拉我们一排 你们为什么要弹劾一个 对你们这么好的老师 一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 是需要有我们去证实的 就像我们 应当去证实您的付出 对不起 老师 你们只在乎成绩 而我们真的喜欢 做一件事的人 衡量的标准 从来都不是只有成绩的 我们学校有规定的 老师之间不能谈恋爱 我就知道 你们俩就是双相爱恋 相互喜欢 却又不敢承认 你们知道 爱情最开始的感觉是什么吗 梦幻一样的 令人着迷的 要不爱 不爱 都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只是不像你们为我 忘记你愿爱的舞台 那个万丈光芒 耀眼的你 却要在方寸之间的讲台上耕耘 我已经找到了我自己的根 也找到了我教练的意义 对嘛 高考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 唯一能打的最公平的成章 分数和努力制成正义 你是我的老师 他是我的偶像 你们的话也都相信 你只要相信事实 偶像存在的人 从来都是要给喜欢他的人 乃去厉害和感动 如果这个人 不能再给你带来感动 那也就和旁边人 我希望我的学生 在学校里面 树立正确向上积极的三观 这样他们以后 侮辱社会 面对人生无数的 选择体的时代 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学生 有老地生